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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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宋朝光 如果讲到佛山最出名的名姓古迹 佛山祖庙就真是当之无愧了 但是这间庙宇究竟是此建于何时 有多久的历史 庙内所供奉的是何方神圣 又为什么会被称为祖庙呢 以上这些问题 相信即使是佛山本地人 亦往往不知其所言 佛山祖庙的历史到底有多久远呢 根据历史记载 佛山祖庙原来早在北宋神中元丰年间 即是公元的1078到1085年之间 就已经是建庙了 来现在大约有940多年那么久 但是这间祖庙在元朝末年就毁于战火 但是在明朝鸿武五年 即是公元的1372年曾经重建 而到了清朝又重新修建过一次 从明朝以及清朝重修的佛山祖庙的平面图 可以很清楚看得出佛山祖庙本来就是一座 座北向南的长方形妙宇来的 佛山祖庙由南至北 主要就是由寧应牌坊、錦香池、大门、前殿、正殿 即是指消殿以及庆贞楼所组成的 以上这些才是真正佛山祖庙的原有范围来的 但是因为现在很多人 都是从祖庙广场的西门进入祖庙 故此误以为西门才是正门 那就不单止将祖庙的座向搞错 有些甚至是连祖庙的原来范围也都搞错了 现在的祖庙范围之内的孔庙 是在1911年才加建的 佛山王飞鸿纪念馆是在2001年建成的 而叶敏堂是在2002年才落成开放参观的 以上的孔庙、王飞鸿纪念馆、叶敏堂等等 虽然都很有纪念性 令祖庙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但是他们都是后来添加的 本来都不是属于佛山祖庙的范围之内 佛山祖庙所供奉的是何方神圣呢? 原来佛山祖庙的正殿 原来佛山祖庙的正殿 即是凌宵宫屡头所供奉的正神 就是有真武元天上帝之称的真武帝君 真武帝君究竟又是何方神圣呢? 原来他就是道教里头掌管北方的天神 即是北帝 他以袁武 袁武即是蛇归合体 作为标记 是水神礼 因为岭南地区 既多河流 而且又近海 故此岭南近水的地区 大多切有供奉真武帝君的真武功 而佛山祖庙正是其中之一的 为何佛山祖庙被称为祖庙呢? 哦!明末清初的学者屈大君 他在广东新语里头曾经这样解释过 他说五月多真武功 以南海佛山镇之池为大 清约祖庙 屈大君认为 在当时广东各地 这么多真武庙之中 就以佛山祖庙的规模最大 成为朱庙之祖 故此就称之为祖庙了 作词